過پ 各位人好 我們現在開始做課 大家請客氣 嚇勞 大家請客 大家的動心 大家好 這是一個我很想睡的時間 吃飽了 吃飽了 你應該很想要做課 要睡的 我可以了解 因為一年前我有坐在那裡痛哭 我想 啊 一堂哭 兩點鐘 看在那裡長了 有在那裡聽說 嘟嘟這樣 不過 雖然如此 來這裡的話 我想真的可以學到很多 因為那時候 會哭啦 痛啊痛啊 跟政治好好學的都不一樣 真的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這樣說 蛤 是這樣嗎 所以 我是覺得說 尤其現在我們民政府夭壞的 因為你們也知道說 國民黨都在打壓我們的民政府 他的情報 你們在媒體都不能看到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我覺得大家還會選擇來這裡上課 真的是很不簡單的 我們來這裡主要就是都在說法理 沒要談感情 然後來這邊我們可以把一些法理 什麼弄得一清二楚 我最簡單的 自我介紹一下 我目前是中央政治局 日台共融小組的小組長 因為我的工作 我是在大學在教授 我在大學在教授 這樣 然後一方面有在民政府這麼多少有在 也不算幫忙 出業這樣 這次剛好八月 我在日本進國神社群 我也有參加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尤其這次剛好 現在大人都在美國 所以我都放棄起來台上演講 說得不太好的地方 所以我都在請大家多多包涵 這樣啊 我就先開始我今天去的演講 因為我是在教日文的 那大家都可能 多少知道我們教日本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日本的文化 在上課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地球儀嘛 大家都知道這是地球儀 這個地球儀呢 你看有感覺它 這個傳統的地球儀 世略沒什麼相同 這裡 你看 這是最新型的喔 你看它這裡 它有一個擠起 還有一支瓶 你這裡有把這支瓶的 尖的 像說尖的 日本 它這裡有一個螢幕 它就會給你做介紹 它會給你做介紹 它會說這樣 情報這樣 說 喔 它的資料在哪裡 人口有多少 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 像說 你去尖美國 他就說 美國在哪裡 什麼什麼 還有多少人 這是最新型的 這個地球儀是怎麼來的呢 是 我們兒子 他今年上小學 九月上小學 我們爸爸媽媽 我們義父母啦 我們公公婆婆送他 叫我的孩子 牽著他就很高興啊 他就 當然 牽著你第一次想要看 聽到哪裡 台灣嘛 對不對 大家第一次反應就是 想要知道自己的國家 雖然說六歲其實沒有什麼國家概念 但是他起碼知道說 喔 台灣 日本 美國 非洲 因為我說 你去浪費 非洲的小孩都沒有東西吃 這樣 所以這次他就想要聽看看 這樣 他給他點下去 結果 不歡迎 這樣 大家點 欸 都不歡迎 這樣 他就問我說 欸 這是我和我兒子之間的對話 不好意思 因為我打字小瓜版 所以我的PPD 是為了要 怕我忘記自己說什麼 所以我可能日文 中文 摻著黑白拍 這樣 不好意思 所以 親菜的黑白看就好了 這是要提醒我自己的 這和我兒子之間的對話 我兒子問我說 媽 為什麼沒有台灣啊 我在想夠久欸 我想要怎麼回答 我就說 欸 嗯 因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這樣 他就說 蛤 為什麼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啊 我可是在那裡煩惱很久 就 嗯 欸 你怎麼小聲說 你也聽不懂 這樣 他就說 你說看我聽不懂啊 欸 嗯 因為 我以第二次世界大戰說 我真的很煩惱欸 我想我到底要怎麼說 而且 我沒想到說 這個對話 這個對話 會發生 在我身上 因為我 以前的時候 我去日本留學 我高中比學的時候 去日本留學 這樣 那時候 在 嗯 在我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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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的時候 要是完全一種 國民黨式的教育 他的歷史 全部都是中國歷史 台灣歷史 就是這樣 教科書打開 這樣一夜 這樣而已 所以台灣的事情 我是在很沒概念的狀況下出國的 結果我處理之後呢 欸 在那邊當著中國人 我的疑問就開始來了 護照也是問題 跟中國人接觸的時候也是問題 他本來問我什麼人的時候 我也不會要回答 他問我 台灣的事情 我都說不出來 他說 你真的是台灣人 你假的吧 這樣 我說 我不知道 這樣啊 所以我就開始想說 欸我到底是台灣人 還是 中華民國的人 我開始莫名其妙起來了 這樣 欸我到底是什麼人啊 這樣 我去高中的時候 我跟我們朋友辯論過這個事情 我們朋友問我說 你什麼 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我太久了 我真的 那時候我也回答不出來 因為那時候 教科書上都是教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們要反攻大陸 啊做完 聲說他要反攻大陸 給他人多多幾十分 所以那些 我可愛的家庭 親愛的爸爸媽媽 你如果都要什麼 我要反攻大陸 反正什麼話題都要做完 反攻大陸 你給他人多多幾十分 這樣 所以現在 欸我處理的時候 欸對我是什麼人啊 那時候 問我的時候我太久了 我就說 欸應該是中國的台灣人 欸台灣的中國人啊 這樣 我回答不出來 那去日本要更混淆 啊過頭是因為留學生嘛 你請請需要介紹自己國家的文化 結果我 大家在說的文化就是 跟中國的留學生相衝 啊我們說的東西都跟他一樣 欸這樣 我不知道台灣的特色是什麼 真的都沒有學到 過頭 那時候 因為是留學生 所以對留學生來講的時候 獎學金很重要 但是因為很多獎學金我都沒有辦法 客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規定都說 跟日本有邦交的國家 你怎麼可以申請 結果台灣它是屬於區域 它是區域 不是國家 所以很多獎學金我都不能申請 我就很討論 我想說 為什麼 什麼情形啊 過頭 日本的學生 他們車車都會去 那個自助旅行 我如果車鼓禮外 就說 不要跟團自助旅行這樣子 他們大學生都會常常這樣 兩三個約著 一個自助旅行 這樣 結果去自助旅行的時候 我也有跟日本的朋友 去歐洲那邊算過 這樣 結果 他們日本人 法國的人 簽 護照 開個照 跟台灣 你大家的國家都來取簽證 尤其在歐洲那邊 大家的國家都黏黏做會 你要 你要算一下 你要取很多國家的簽證 很拍影 我想說這個護照怎麼拍影 這到底什麼情形啊 我到底什麼人啊 我在留學的時候 開始產生這個疑問 而且 我沒想到說 這個疑問 莫名其妙的狀況下 還延續到現在 我是1999年回國的 那時候因為 日本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你如果在那裡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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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以上 你就可以拿永久居留證 我是沒有住到10年 或者8年 不然工作的時候 我可以申請 這樣 反正還有一些因緣 因緣際會 其實我也有機會 拿著日本國籍 不過以前我也說 不愛 我為什麼要拿著日本國籍 我是台灣人 我不愛日本國籍 這樣 而且 我在想有自己的國家 是怎麼說呢 因為那時候2000年大選 我回國的時候 國年 也2000年大選 然後陳水扁當選 我懷疑 我終於要有自己的國家了 我終於可以丟掉那個 莫名其妙的中華民國護照 我懷疑到要死了 我堅持 我沒有要拿什麼 什麼 日本國籍 因為我剛剛日本就是日本 台灣就是台灣 為什麼要繳禍在一起 結果 2000年 我為2000年 期待到現在 一定2003年 我現在還是 還是 還是 還是沒有國籍 13年 對阿 2013 現在2013 那時候2000年 已經過了13年阿 我不只要沒有國籍 我還要來煩惱 說我要怎麼把我兒子解釋 說是怎麼你如果沒有國籍 是怎麼我如果沒有國籍 這樣 真的 很煩耶 我不知道在做的 一定做爸爸媽媽的人 有跟我一樣的煩惱 這樣 我來看一下 好 我想 因為 就是說 大家在第一課的時候 可能有最過的說 台灣真正的法理地位 是日俗美戰嘛 對不對 那時候秘書長應該有說過 這個日俗美戰 就是說 我們是 這是不好意思日文 呃不好意思 所有權是日本天皇的 不過 占領權是屬於美國 那為什麼 因為 在1945年的時候 1945年的時候 那時候 不是一定有 馬關條約 這個馬關條約的原文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你看 一定把 台灣全島局所有附屬各島嶼 永久 割讓給日本 上面有這個永久割讓 對啊 永遠就是永久 就是永遠 這樣 所以 那時候我們在學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是說之前是 清朝的嘛 對 台灣是中國的 在這裡 其實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很多 齊 他說我們多久多久之前 就彷彿 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其實台灣的版圖 版圖 版圖 維吉米 中國 是在1684年 而且是他三字化錄的喔 他跟維吉米 這樣 所以他都說 他都自稱 一定統治台灣 212年啊 不過我想你們可能在上 有上過那個 郭鴻斌委員長的可疑 我不知道 剛剛 他應該有想到這段嘛 你剛有看一陣 台灣的地圖 我第一次看到 那個台灣的地圖 我做震撼耶 看哪一架毛毛蟲啊 我說 蛤?原來本地是這樣而已喔 我一直叫他是韓治 結果原來是毛毛蟲 這樣 那時候 他們圍牙去賣的時候 其實跟西半部 而且是六個漢人屯肯區 所以他說 台灣是他的 其實跟那時候屯肯區 完全不完整的 就是他地圖本身有哪個不完整啊 然後在1895年後 甲午戰爭 大清跟台灣 掛到一本 那時候一本就正式 納入日本的版圖喔 這樣 啊版圖就說 為什麼納入版圖 這樣我們就算他的了 沒有 看這張 這應該是 我記得我下一個有寫 這樣 你們在上秘書長的課 他們可以跟你說 為什麼這建構主權 建構主權 其實你要依照國際法 你要經過這些步驟 你要發現 你要宣示 你要看 欸 講有人的 欸 沒有人的 我不是說我看到他的就是我的 拿破崙時代是這樣 先納的先贏 不過你又不是啊 因為這樣是國際太亂了 所以現在國際法上 規定說不是納的就是贏 你要看那個土地是誰的 有人的沒有 這樣 過了你要把他征服 齁 你要征服 你要控制 他要聽你的話 他比較算你的一部分 所以 回到上一頁 我們那時候 領土因為不完整 所以我們 掛給那個 呃 例說大清掛給日本的行 日本 要來征服 欸 叫那個原民主 都不聽話 反抗 這樣 然後所以他就有這個 征服的動作 這樣 然後至於日本 他在台灣做的一些建設 社會 我想 不太小 不過經驗都有提到 這樣 所以 而且我們都會提到說 那時候我們怎麼抗日 什麼什麼 這樣 為什麼會抗日 其實因為 因為我們 比如說在那時候的原住民 還在那時候的一些漢人 他們當然沒有希望有人來灌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人灌的狀況 這樣 有人來灌 他們當然就要反抗 所以變成說 日本 他有征服 而且是征服全部喔 連東部中央山脈 掛西部那裡 所以這順完整的地圖 如果是 日本 統治台灣的那個時候 比較多的 毛毛蟲變成韓籍 是在 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才畫出來的 所以 日本 以擁有台灣的 主權 擁有台灣的主權 台灣是屬於日本的 是因為這樣 跟之前的殖民地不一樣 像說你們之前 百個學問哪有相過 殖民地的話呢 會說 我可能來這裡 有時候我自己侵佔你的東西 你在這裡建國農作物 那東西放回去 那個殖民地 那殖民地 我戰敗的時候 我給別人 那是OK 因為那不是領土 但是當你有主權 那個東西變成你神聖 不可分割的土地的時候 你就不能說給人 就給人 不是這樣這個事 就像說 爸爸 跟小孩 不是說我今天不愛這個 小孩你不聽話 我說切歌就切歌 我說不愛你 就不愛你 不可以這樣 同樣的 小孩子也沒有辦法選擇父母 這個爸爸不錢 這個媽媽不錢 我要選那個 所以我要選那個 不可以 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 後來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是已經變成這樣子 所以 就說 想說很多人 就想說 其實包含早期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說 2000年的時候 我想說 哇要台獨啊 耶 我終於要有自己的國家了 其實想說 前那時候 前戰後到現在 都要七十年了 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民進黨 就開始抗爭了 很多人說要台獨啊 要建國啊 要兩岸統一啊 要什麼我都知道 這樣 包含或許你們知道 就說 四月份一陣 民政府有部分的人 他們也不喜歡 那個 日俗 他們不喜歡日俗美戰 這個論調 他們剛剛說 我要美俗美戰就好了 這樣 有些人他們就很不喜歡 這個 日俗這個論調 這樣 他們就不愛 這樣 他們就提出他們自己的論調 這樣 說要這樣 要這樣 不過 如果 真的說 真的說 欸 不好意思 真的說這些論調 行得通的話 為什麼 跟現在 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 為什麼我們跟現在 要不然我們自己的國籍 為什麼台灣現在 在國際地位 對 沒有人說得出它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這樣 那這些論調 行得通的話 然後 我們在 跟朋友說 什麼說 民政府 我們在推廣日俗美戰 跟他們說真的歷史 說這個法理 的時候 有的人 他們就說 蛤 那是因為我們台灣人 我們自己沒有出聲 我們出聲 台灣就是我們 真的 是這樣的 我們只要出聲 台灣就是我們 我以前也這樣 我覺得 一定是我們台灣人 不團結 我們不作為大家 站出來說 對 台灣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台灣不可以獨立 我一直認為原因是出在這邊 不過 如果這樣說 我們不是說 美國是英國人 英國人 英國人 那時候他講 所以本地住在美國 都是本地英國人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說 美國是英國的 這樣 我們也可以說 中國是蒙古的 現在應該沒有人這樣說吧 因為那時候清朝 他就有蒙古人一來 我們不會說中國是蒙古的 這樣說的是 這住在這裡 就是你的 你來這裡住在這裡 就是你的 有那麼好的事情 孩子生幾個 四個放四個放 住在這裡都變我們 有那麼好的事情 所以 這不是說感情的問題 就是說 你說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回到說 是怎樣 很多人他不喜歡這個 日俗 美戰的論調 我們來想 我們的感情 就是說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是怎樣 不過就是我在外面 跟我們朋友說的時候 還是跟人說的時候 很多人 年輕一輩可能還好 有些年輕人他們比較喜歡日本 你喜歡日本的文化 次文化 日本很好 但我們日本人 OKOK 但是年紀大一點的 老一輩 有受過像我這種 國民黨教育 有時候會說 日本 他們的直接反應就是 不要日俗 可是為什麼不要日俗 大家覺得 這個感覺 你這個反應 是由來的 我們為什麼不在做日本人 大家覺得想過這個問題 我感覺我們平常 我們日台灣的媒體 小子的社會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 注意過 我這次為了 要做這個PPT 這個PPT很簡陋 抱歉 因為我講學校工作忙 就像台灣 哪裡日本小子 這樣 因為我想要證明一下 說 言論上面 我們就是這樣子 被洗腦 日本小子 叫做發現台灣 這以天下雜誌 一抵1992年出版 他跟1996年的 新隔一定再版 好幾十版了 賣得很好 因為那時候 台灣跟台灣有關的書不多 一出上下兩冊 然後後來又有跟 接著又有一些 跟台灣有關的 可是早期的書 如果你們家裡 你們回去 你們要翻看看 你可以發現 他的延遲 他的延遲 其實可能不是那麼的公正 然後我隨便抄幾個 我就隨便抓了幾個 翻翻翻 然後抓幾個 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說正成功年代那時候 你看 荷蘭人來之前 出了鄭之龍的隊伍 台灣本是一個空的社會 台灣本來是一個空的社會 哪有什麼脫離中國 但是在下兩葉 他說 他這是在說那個荷蘭的公司 他說 荷蘭的公司 他說 他在台灣都是純粹出於私利的基因 這是沒問題 因為那時候 荷蘭只是把台灣弄這殖民地而已 這樣 過著他看 你看看這支 無意中把台灣 脫離中國歷史的軌道 你看看這支怪怪 那既然台灣本是一個空的社會 哪有什麼脫離中國 中國歷史軌道的問題 這個理論是從哪裡來的 有點怪怪的 再來一個 好 過著 這是下幾葉 這支援是要太多 我打幾條座 我跟人家怎麼打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找找看 像這個 他說 台灣是中國的門戶 那時候是在說正成功時代 那時候 但日本人對台灣 早已垂涎 語言 它有中性 有些語言它是中性 但是有些語言單字 它本身是有意思在裡面 它有比較正面的意思 也有比較負面的意思 像你們看到垂涎 這個議論 你們覺得這是好的意思嗎 什麼是垂涎 老脆 還想要賣 讓你一看聽起來 又很邪惡 這種感覺 他們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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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自認也是委隊 其實委後來有人 就說 那時候你們知道 台灣的歷史 像國光明委員長 他有很多研究 或者不只他的其他的也是 現在很多國際學者的研究 都一定證明說 其實日本 日本很早就去台灣了 很早就去台灣了 所以不是自認喔 不過一直在裡面 就跟你什麼自認 這樣 就跟你什麼自認 這樣 過得 台灣不斷顯露出 對台灣的 日本不斷顯露出 對台灣的高度興趣 不過他們跟荷蘭說 是想以台灣為跳板 聽起來就是 他完全不想在台灣做任何經營 不過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我們現在最好最完整的建設 都是當時做的 都是日本時代 一準的日本時代 總統府什麼到現在都很好 要叫國民黨來做的建築物 都沒有幾年就敗去了 到底是誰最想要用台灣做跳板 誰才是想把台灣當跳板的人 對啊 然後再來看這邊 你看喔 日本跟東亞其德國家 是靠引進中國文化而發展起來的 你們日本啊 這客腕 你這邊不是什麼 沒有什麼東西 你都客腕的文化 這樣 但是 開始對中國不服氣了 這是什麼事啊 這是什麼思想啊 這是大中華思想 我最大 你想要超脫我的權利 你 胡想活了 你算哪根蔥啊 你不覺得 聽到這個言辭上 就是有這種意識在裡面 不過因為這種事 我們看來看 我們平常不會有感覺 其實如果你不特別想要注意的 或是你 我們本身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就是說 正面或負面的思想 其實很單純的開本 所以說 其實你不可以感到 但是這個東西 很多 很多 越看越看越看 你就會很不 我是認為說 就是我們看的這個東西 久而久之 累積 我們覺得 日本就是小日本 就是比我們還小 所以我們不應該 屬於他們的 我個人認為說 很多人他們的直覺反應 其實就是為這種教育來的 各位再來看這篇 這篇我沒有畫紅字 這是作業 大家來找看看 有沒有覺得哪個字 你們覺得 這個其實也不夠客觀 這裡就不夠客觀 有沒有 應該有感覺對看起來怪怪的 還是沒有什麼感覺 還是沒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 有東西要 你有感覺到哪裡 有沒有 有 有沒有 我也是就是 又翻隔壁業 就同一本書 翻翻翻我自己 然後我就 那這個 就下一頁 就抄了幾句這樣子 還好嗎 這延遲上有沒有覺得 哪裡好像 不是很客觀 在說言論描述 這誰在說歷史 理論上歷史 講歷史應該要很客觀 要很中立 不應該帶感情 你剛剛有感覺 延遲對 應該 不是很好 中日 不好意思 三十六月這邊 中日混血的鄭成功 展現他日本武士士的 爆裂性格 日本武士就是爆裂的 殘酷 無情 還有嗎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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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在描述正成功 你看這點外 也是在描述正成功 但是你看我 白白白 是在描述正成功喔 這邊就是 講得比較不好的事情 因為我只是 我打字中文打字比較慢 所以我沒有辦法 把整段文章打下來 我就是抄一兩句而已 他在說好的時候呢 他就在說 姓氏春秋 堅愛孫武 所以雖出聲日本 但是對他的民族大義 只有注意 在說好事情 他們就這樣 在說政成功的時候 在說得比較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就說 展現出他日本武士士的爆裂性格 這種就叫做延遲上的洗腦 延遲上的洗腦 好 然後像上面這也是 我個人認為這句也是啊 日本人也學中國的樣 就是跟剛剛那樣 你都惡化的啦 你都惡化的這樣 然後這個 這個也很奇怪 台灣再度為繼承而分裂 請問台灣那時候統一啊 跟誰統一 所以這個 為繼承而分裂到底什麼意思啊 根本沒有統一啊 哪來的分裂啊 就是這樣子啊 就很奇怪這樣 而且這個還 還是隨便 我家隨便翻出來的一本歷史書 然後我改那個產品 我心血來炒 我想說欸 現在的小朋友 到底是都賺三歲 這樣 我如果去換一本一個台灣史 換一本 寫我看不下去啊 我如果是 日劇時代 日本對台灣做了多少 我說不會吧 現在教科書還這樣寫嗎 我不知道學校教科書有沒有改啦 可是就是在書店裡面賣的 那個也是在給小朋友看的 就是有圖片啊 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有彩色印刷 也是給小朋友看的 它裡面的延遲 就是有這樣 我想喔 太恐怖了 原來 我們就是這樣 好 所以 既然說 其實 我們對台灣 日本的一些感覺 是因為 風生鬧的結果 所以 平常啦 平常我覺得 或許大家回去之後 你可以 你回去之後 你如果在看一些 新聞報導 或是在看一些 小愛社會的時候 你可以盡量把自己 抽離那種所謂的感情 然後用比較客觀的角度來看 它這個延遲 這樣對嗎 像我一直覺得 我對台灣的新聞報導 一直很有意見 因為我覺得新聞報導 你不覺得在台灣新聞報導 怎麼看綜藝節目 這樣 那差不多是 導播可以說 自己的意見 這樣 因為你們說 在上面的新聞報導 在上面拍的議 有人都很爽動 這樣 不然有時候你聽聽的 其實又不是這樣 但是因為要吸引你的主意 要跟你拍一些誤導的言詞 啊 聊過誤導的言詞 他自己覺得太過分 他就在後面打一個問號 這樣 很多都這樣 打一個問號 問題是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不會注意那個問號啊 我們自己注意頭上 那幾個字啊 欸 就又被誤導了 這樣 台灣的媒體很多都這樣 而且台灣的媒體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九層都是 國民黨在看 對 現在很多 都給中國大陸買 不好意思 我說不定 不能說中國大陸 要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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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說大陸就標示 我們是他的一部分 要說中國 這樣 好 啊 現在我剛才要切入正題而已 所以呢 因為我的題目是 日本文化嘛 所以日本跟台灣的關係 就走到這裡 欸 欸 欸 不好意思還有一個 哈哈 他就 那個 不不不不 因為我這 我感覺他們請用的伎倆 除了 延遲上的那種 延遲上的洗腦 有時候甚至還有儀化節目 像這個 這個也是 我感覺他整段就是在儀化節目 這樣 他在什麼牡丹 那個牡丹色事件 大家知道牡丹色事件嗎 牡丹色事件 牡丹色事件 他電話說 蜻蜓震驚之餘 一方面造惠日本 把日本說明喔 你看你 日本偷襲我 這壞人這樣 不過呢 我要跟你造惠 我要跟你說明 這個 這個深藩之地 就在台灣 其實像是我們中國的版圖喔 你這樣做不行喔 你違背兩國的條約喔 是這樣子的 事實上 你現在你查圍結 你查一些歷史 其實都不是這樣啊 那時候當初是怎樣 是因為颱風 日本人飄去 恆春半島那裡 結果那時候他們來 原住民說 這是什麼人 就跟你們台西這樣 因為那時候台西的 為了日本 他就派代表 因為那時候他就想說 你們清朝以前有在送人過 這樣 或是台灣可能是你的 我給你造惠一下 你們的人 台西我們的人喔 他也造惠 結果清政府他說什麼 喔 台灣喔 化外之地 化外之民 跟我們無關 煩惱啦 你要怎麼處理 那是那時候 清政府的理由 他那時候是這樣說的 那就是我們最大的國文兵委員長 來看台灣歷史 而且 這個 這個 是自己什麼的 這都是有證據的 連那時候 外交部 什麼回函 正式的回函 相片什麼都沒有 這不是自己說的 這都是有證據的 這樣 那時候清政府是跟他說 煩惱跟我們無關 這樣 所以拒絕 拒絕一勒 拒絕賠償日本 這樣 欸 你無關喔 好 結果 來 我就派兵攻打台灣 這樣 反正跟你們無關嗎 他們台灣的人我都要征服他 這樣 所以 結果在上面的時候 這是 白白在西齊港的歷史事件 結果用詞 用詞 聽起來我們也在說事實 不過你看一些用詞 還有這個 順序 順序 變成這樣 他說的是說 我以前是跟你說明說 這是我的 你不能這樣破壞我們之間的友好條約 這種叫做儀化解謀 好 所以 我剛要切入正題 因為我的題目是日本文化 我們先來想看文化 什麼是文化 如果說到日本文化 你們想到什麼 茶道 花道 還有沒有 建道 對對對建道 還有沒有 一般想到日本 其實我好像很多 好像日本好像很多 很有代表性的文化 想不到 對對對 他們的國際 還有沒有 柔道 我也會騙 柔道 對對對 柔道 就是說什麼道 什麼道 什麼道 那個也是 但是 什麼 圍棋 圍棋 圍棋到底是 日本的還是 是 台灣的 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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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抱歉 尤其是 尤其是日本的 對 就是這種 文化的圍 我想說 我的題目叫日本的文化 我想要訂日本的文化 因為這個題目做籠統 做籠統 做籠統的為 我可以 有時間的 準備 不過我想說 上面那個籠統的題目 我想說文化是什麼意思 我就去查了一下 圍棋 其實 文化它包含的範圍很廣 就像說 剛才我們說的 什麼道 然後包含 你的生活習慣 然後那個國家的 政治 經濟 建築物 或你的一些道德規範 你的國家如何規定你的 國民啊 社會這樣 還是宗教 這類的東西 都包含在文化裡面 這樣 然後 像舉例來說 我們今天看到一個人 我們會如何跟他打招呼 這是英文吧 你會說害 你們會說害喔 剛才朋友你會說什麼 你會吃肉 我們台灣人說吃肉 這樣 然後日本人會說什麼 然後日本人會說什麼 喔還有 早安 有元氣ですか 你好嗎 還有嗎 有人有學過日文的嗎 就是 多少會一些的 應該 有學過嗎 有兩餐餵而已嗎 有同心多少 五十英或一些簡單的招呼用語 有多少人 這次比較少 兩三位 好 那 就是 例如說好 就算沒有學過日文 我們在電視看公格 公格在車裡說過 好元氣ですか 這樣子 好像日本人都說 好元氣ですか 在打招呼這樣 不然我們請知道 什麼 こんにちは 我們今天會 我們會覺得打招呼大概這些 但其實日本人跟日本人之間 人家打招呼的是 今天天氣真好 今天天氣真好 今天 Gewzie 今天好熱喔 今天寬 今天好冷喔 其實他打招呼的用語 天氣 他們幾乎都是用天氣在做招呼用語 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都說吃飽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有吃飽 然後比較關心的是天氣好不好 為什麼 常常天災 好像也有道理 常常天災 因為日本它是一個 我想大家也知道 日本的氣候 它是一個四季周分明的國家 春夏秋冬 春天有什麼櫻花 夏天有什麼煙火大會 秋天又要看風夜 冬天又要看雪景 他們四季做分明 過天災多可能也有關係 所以他們對氣候做敏感 所以 天氣好不好 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們的打招呼用語 變成說 是用天氣做打招呼的用語 台灣為什麼都會關心吃飽 因為牽在餓肚子的 這種其實這就是文化 這就是文化 就是為你的國家的地理環境 甚至人文氣候來的一些習俗 這種如果包含在文化裡面 還有像說 還有請 光致文化來 像還有 像大家都會吃雞尼 吃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 要吃嘛 像我爸爸也做來吃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的為人的特色是什麼 什麼 什麼 壽司 哇塞味這樣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他們都比較喜歡吃生的 比較喜歡吃 吃那個 原味 然後像中國料理 它就是 例如說像我們一些什麼 滿漢全席 滿漢大餐 中國一邊 它是用很多調味料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 東西不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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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人家 它是一個大陸型的國家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內陸的東西 像人家說韓國是怎樣 他們的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 泡菜 是怎樣的 這麼普及 就是因為 冬天也是很貪人 然後沒有 冬天很貪人 然後就比較沒有 蔬菜 所以要趁著有蔬菜的時候 把它醃製起來 對 然後中國料理會 用那麼多調味料 用調味料比較不會壞掉 嘛 他們比較不吃原味 這有很多 內陸啊或什麼的 那因為 我們都知道 日本也是什麼 海島 對海島 雖然魚的旁邊就吃不到 沒有 就在旁邊 就新鮮 所以他們吃原味這樣子 這跟這個是有關係的 像這種飲食文化 這也是文化之一 然後它會跟你的 國家的 跟它的國土地形 這有關的 這就是所謂的文化 那過得像說 除了這種 形式上看到的 也有百種 像說 我認為說除了這種 我們剛才說的 什麼 這個有形的文化 以外 很能夠代表日本的 因為我是日文 我在尬日文 所以我要切入日語 這樣子 像有學過日文的人 可能都 我很喜歡日本的這個文化 所以我要特別講它 這個迷惑 這個叫做迷惑 迷惑的話呢 中文我沒有這個漢字 但是意思不太一樣 很confused 那個是迷惑這樣子 然後迷惑 日文的迷惑呢 是基於說給人家帶麻煩 那他們那邊呢 就是說 經常在學校 老師教小朋友 或者說媽媽 教小孩的時候 他們就常常講這一句話 人に迷惑かけてはいけないよ 人に迷惑かけないで 意思就是說 不可以給人家帶來麻煩 他們很重視這個 我認為這也是他們文化 然後這一句話 它很可以代表日本的這種文化 我會舉例子 例如說像 すみません 這個應該聽過 すみません 那すみません的話 很多書會給它翻成 對不起 可是すみません 真的是對不起而已嗎 すみません 就直接翻譯的對不起 其實 它不是 道歉謝罪這樣子 然後另外有時候可能只是說 借過一個人也是 すみません 甚至說 請問有人在那裡嗎 すみません 他也會用すみません 這樣子 他不能單純的翻成 對不起 然後有時候 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那這裡就牽扯到文化了 舉例來說 你今天就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拿一下什麼東西 人家拿給你 你會說什麼 你會說謝謝嗎 叫日本人你會說什麼 すみません 電腿的時候 還要扭你先這個 謝謝 先走進去 他會說 すみません 這樣就走進去 請這裡 すみません 為什麼老師在 すみません 為什麼 人從早到晚都在講 すみません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統計 我跟他今天 講過十幾個以上的 すみません吧 因為這個 すみません的話 他的意思就是 他在這邊的意思是說 不好意思給你帶來麻煩的 所以例如說 你今天幫他 幫我拿東西 你拿給我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 すみません 不好意思麻煩你 動手拿給我 所以我覺得 很すみません 這樣子 這個就是他們的 很不好意思給人家 帶來 不方便的那種 心理跟文化 好 然後再來一個 這個也是一個很奇怪的日文 那我日文同學 可能就會知道 像 例如說我們說 欸 要喝咖啡嗎 要喝茶嗎 這樣子 有時候我要跟同學解釋這個文法 我就 因為這個 我要解釋這個文法 我就必須要帶到他們的文化 例如說像 在日文裡面 這個叫做 ません是一個否定 就是不是的意思 所以例如說 這邊如果翻成中文就會變成說 不是 你不要喝茶嗎 不是 你要喝茶嗎 而是你不要喝茶嗎 為什麼要用否定去問 那如果還要再翻得更正確 應該是說 你不要喝茶 什麼的嗎 這個demo就是什麼的 這個demo只是在舉例子 就是說你要不要喝點茶 或者咖啡 或者其他的 什麼都可以 這樣子 為什麼有這麼奇怪的問法 看不直接一點 現在不在直接問說 你要喝茶嗎 為什麼不這樣子問 要問 我吃 demo 還要用否定問 這樣他要加一個很模糊的住詞 搞什麼飛機啊 到底什麼藝術 這樣子 他把喝掉 怕把你喝掉 他們用否定 他很多時候他會問否定 例如說 我想要約你去玩 我會問你說 不要去嗎 不要一起走嗎 他們很喜歡用否定行問 其實這個也是因為關係到說 他們怕說 他們會他們的感覺 他們的感覺 他們覺得我直接說 要做什麼 或喝什麼 他們覺得這樣很強迫人家 他們覺得這樣是很強迫人家 所以他用否定問 讓你有選擇的餘地 你可以說yes 也可以說no 這樣子 他們是帶著這個意思在問 所以你也可以拒絕我 所以我說 你不要喝茶嗎 你可以說謝謝 我不要 你不要跟我一起回家嗎 不要 我不要跟你走 就是他用否定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拒絕我 有這個意思在裡面 這就很奇怪 這樣 這個就是 就是他們的 就像這個 很怕給人家 帶來麻煩的這種文化 然後 說到很怕給人家帶來麻煩 說到帶人家帶來麻煩 我今天坐高鐵過來的 然後我今天坐高鐵的時候呢 就是 我在月台頂館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兩個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 大概二三十歲 穿得很漂亮喔 然後他們在那個 在月台中收到多少錢 這樣 就 我想說這兩個是中國人 比較差到這樣 就看那個語音 唉唷 台灣人呢 這樣 我想說 真是不好的中國文化這樣 然後我心裡就這樣想 然後坐上車之後呢 很不幸的 我通常我都是坐那個 那個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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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座嗎 不是自由座 有位子的 經濟艙 經濟艙 不對 那個叫什麼 就是不是商務的那一個 有位子啊 但是就是一般的那一種 這樣子 然後我坐去之後呢 唉 不得了啊 我就很不幸的 我通車上就有一個團體 說到有夠大聲的 差到要死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的那個 我還沒有想 還沒有完全想好 我今天要講什麼 我要準備好 我想打開我的電腦工作 但是他們說我有夠害怕的 這樣 我說喔 夠害怕 我都沒辦法集中 要怎樣要怎樣 然後 我一直在煩惱想說 要怎樣比較好 然後我就在那邊豎起耳朵 聽他們在說什麼話 這樣 結果 唉 阿路仔 就是那個中文 然後那個Q 你可以聽出來說 應該是 是中國人 這樣子 他們應該是旅行的 非常快樂 然後完全忘記自己 是在坐高鐵 這樣子 然後就 就講得很大聲 然後我想 喔 夠害怕的那一下 然後 後來過了一站之後 我隔壁坐了兩位小姐 這樣起來坐小姐 然後他們帶著 鹹酥雞 跟薯條 跟不知道什麼 反正就帶那種 味道很重的 食物上車 這樣 然後就 然後就 因為不知道說香還是錯 因為就車上就很多味道 然後就混在一起 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被那個 後面的吵雜聲 以及我隔壁的那個薯條的聲音 那個味道燻的頭暈轉向 這樣 然後最後 我就只好 只好那個 拜託列車長說 我補票去坐商務艙可以嗎 這樣 我還怕被他們發現 這樣子 因為不好意思 就突然站起來說 我被走這樣子 我說 我想要換個位子 可以去商務艙嗎 結果那個小姐自己跟我說 是太吵了是不是 這樣子 然後他自己跑去看那些 中國人說 馬上各位小聲一點 這樣 我就很不好意思 這樣子 那小姐妳跟我走 那我就很尷尬跟在他後面 這樣子 我本來不想要那麼高調的這樣 然後就只好換去那個商務艙 然後補票這樣 對 那 我要說你看像這個部分 就是聲音 然後 味道 聲音跟味道 日本 我覺得他們對這個也很敏感 所以例如說像 像一些公共場所的時候 他們不會帶那種味道很重的東西進去 為什麼 怕影響別人 因為你覺得很香 別人不一定覺得很香 然後例如說像很多 很多 人家都說 像 像你看看一群人很重的 人家都說 你看看一群人很重的 可能就是一群人 你看看整個很差 大家就在中國這樣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 對啊 我覺得這個也是所謂的文化 或許跟他們比較地大物博有關係 他們就比較不在乎哪一些東西 然後 另外 然後這個也是跟日文有關的 就是說 像日本的話 應該日文裡面有這種 我要怎麼看一下這邊 像這個 有很多那種固定的 固定的單字 固定的表達方式這樣子 就是說固定的單字固定的表達方式 常常用 舉例來說像這個第一句 いつも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いつも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這個也常用 就是常常受您的照顧 然後很多地方就說 いつも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然後寫信的時候開頭也是 いつも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這樣子 常常受您的照顧這樣子 對然後可能之前 就是其實偶爾照顧一下 他也要寫說 いつも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這樣表示 我記得你對我的恩惠 我記得你曾經有照顧過我 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一個 我覺得這個也很具代表性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是什麼 就是 意思是說 例如說像吃的 有點類似像 我覺得好像中文裡面 沒有相同的表達方式 中文 就吃飽飯之後再講的 就吃飽飯之後 他們會說ごちそうさま ごちそう是好吃的東西的意思 然後就可以只講ごちそうさま 然後再加了した就更尊敬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好 那平常在家裡的時候 小朋友 如果吃飽的時候 他就會跟媽媽說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不管他心裡有沒有感謝 總之謝謝你的招待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這個沒什麼事喔 去外面的時候 跟朋友出去吃飯的時候 吃完飯出來的時候 對方如果請客 一定也要講這句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這個沒什麼事喔 你自己出錢也要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然後甚至 他們也會跟店裡面的人講說 謝謝您的招待 謝謝您好吃的料理 雖然我有付錢 但是謝謝你花時間 為我做好吃的東西 感謝對方的恩惠 感謝對方的恩惠 感謝對方恩惠 還有這一句也是 先日我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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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他後面可以接很多東西啦 但是就是 就通常就是 像說今天我們今天有出去玩 然後可能 也不一定是有誰請誰啊 或可能有度過快樂的時光 或什麼之類的 或是說你之前有送我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下次見面之後 可能一個禮拜 可能一個月 可能三個月 可能半年可能是隔了一年之後 他會跟你講說 先日我路路路路路路 你會說當時的事啊 他就是過了像 他過了那個事情 過了之後 他下次 下次不管那個下次是隔多久 他就會再跟你講這一句 說上次謝謝你怎麼樣 這樣子 上次這樣子 然後那個上次可能有時候很久了 可能是半年 可能是一年 但是他會來講 表示他沒有忘記 你對他的恩惠 你對他的好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 到這邊 欸是到50分嗎 欸 是不是 剩2分還3分 剩2分 剩2分 好剩2分 那給各位多休息2分好了 因為我這邊剛好一個話題 我在這邊先做個中段 謝謝 各位好人請客氣 走勒 下口的好睡10分鐘 喝 behold 喝点 喝 喝で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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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